大家都可以留意潔淨特園這個題材 當然下個星期也有六中全會 外圍上也有一定的環保議題的一些峰會會展開 現時來說大家可以留意上市的一些ETF 有一隻是2809GX中國結能 其實包含了一些內地方面 接下來就拓展這個碳中和或者碳達峰這些目標 所以可以比較上一籃子購買相關資產 也可以分散到大家的投資風險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考慮這類型的ETF的投放 當然要留意就是ETF始終風險上 當然是發行人的一個企業上的風險 也都有行業進入者的其中一些叫欠那個無利率的一個表現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自己投資的風險 但如果你說投放上 我想接近160元這位置我覺得可以考慮做這個級納 目標就暫時看著200元扶寧 如果穿了上次低位140元應該要先做止蝕